您喝点什么 不必了 你们那么大一个公司 找我做什么呀 我们的老总对您很感兴趣 希望你能加盟来我们公司 谢了 能到你们公司 是我最大的梦想 不过 我的薪水是很高的 你开个价吧 月薪这个数 四千 没问题 错 四万 对 那请您跟我说一说 您要那么高薪水的理由吧 因为我是黑客高手 我对电脑程序有专业的研究 这就是我的理由 相信 也是你们老板所感兴趣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老板 对专业感兴趣 你就那么自信吗 因为有些企业跟其他企业竞争 就必须不择手段的置对手于死地 因此我断定你们老板 也不过如此 我想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老板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电脑高手 你只要设计出零碳板意义的电脑程序 你的薪水就算再高一点也没有问题 看来你们老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搞竞争 是不是有点太损了 没办法 商场如战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占领市场的方式和手段 不管用什么方法 盈利了才是目的 你们老板应该上段头台 为什么 因为他披着一张华美的外衣 标榜着自己是什么慈善家 太可笑了 苏先生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别人是怎么做人的 现在请您告诉我 你手里有设计好的程序吗 有啊 不过丢了 我的电脑丢了 让一个相关佬给偷走了 不过只要你们肯出一千万 我再帮你们设计一个 你不觉得这价太高了吗 三千万 你 你要是还嫌高就涨到五千万 对不起 告辞了 喂 水库 我求求你了 再别偷人家东西好吗 这可是犯法的呀 小贵 你咋不相信俺啊 俺没偷人家东西啊 江总您好 是 您让我找的人正在找 现在还没有消息 不过应该快了 好的我明白 江总再见 你把人家电脑都拿了 这不是偷是什么呀 小贵 我今天还跟你说 他那个电脑里 有比非典还要厉害的病毒 还是跟他拿去消毒 那 那哪叫偷啊 你别说别的 人家苏苏强 是研究电脑的 人家学的就是这一门 他电脑里有没有病毒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说 你把电脑藏哪儿了 你给人说实话好不好 实话告诉你吧 那电脑让人给拉走了 什么 你是不是把电脑给卖了 你还学会嚣张了你 好 好 现在就给你娘打电话 你能听俺的是不是 看你听不听你娘的 俺说的就是实话呀 那那车子的号码也都记住了 好啊 爹 你还记得人家车牌号了 那你说车牌号是多少 月币 五四 C 四七 月币 五四C四七 这是张曼丽的车号呀 你跟他啥关系啊 俺跟他就没啥关系嘛 好了好了 先不说了 好 你 好 你 好 好 请进 江总 您找我啊 这篇报道你看了吗 我还没看 听说现在很多人 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这个女儿也叫张曼丽 她不会是你吧 江总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可是出了名的孝女 怎么可能不认自己 亲生父亲呢 好 不是你就好 对了 苏秋强有消息吗 有消息了 我听说她现在穷困潦倒 靠设计电脑病毒程序 来维持生活 有这样的事吗 不过她说了 就算她饿死 也不会到咱们公司来工作的 她还说 她说 她不愿意为一个人品不好的老总 打工 你最好把她设计的电脑病毒 给我找到后买下来 江总 我和您想的一样 不过我听说她的电脑被人偷了 我以前安排下去 打算花五万块钱左右 把她这些东西给买过来 你要是能找到 我给你八万 以免她危害社会啊 我试试看吧 可能性不大 你先把车交回公司 你最近出去办事可以打车 吃 大叔 大叔 你饿了吧 大叔 你不吃东西咋行啊 对对了 刚刚才你滚进来看你来了 看你睡着了 就没叫醒你 我知道你说的是谎话 可我还是爱听 不 不是谎话 我心里啊 您见得很 没事 请我还写几个字 好吗 嗯 恩